疫情延燒從北部蔓延到了南部 高屏地區的家長也很悠心 趕快帶著家裡的小朋友來打疫苗 尤其屏東、高雄各地接種站都出現了排隊人潮 而高雄市長陳其邁也在今天宣布 開放了9處的兒童BAT疫苗接種站的預約名額 接下來也會有校園的接種 希望能夠讓孩童們都能打到疫苗 疫情從北部延燒到南部 屏東28號新增2648例確診 不少家長好擔心趕緊帶著家中寶貝 來施打疫苗 就是之前學校有通知在學校打嗎 有 但是因為停課的關係 所以就說跑來這邊打 日常週末假期人潮湧現 不止衛生索火車站的排隊人籠 長達300公尺 不少民眾就怕沒打到 更是凌晨三四點就來排隊 但屏東縣政府公布的確診數字 和中央有七例落差 民眾憂心是否有黑數存在 問題出在哪 中央和地方還正在比對中 然而不只屏東高雄疫情也大聲聞 我們高雄市這邊今天公布 本路個案是9630例 兒童疫苗預約額滿 家長好慌張 不管再遠也要小朋友打上疫苗 市長陳其邁聽到市民心聲 在開放了9處5到11歲兒童 別人提疫苗接種站的網路預約名額 榮總和國勳高雄總醫院 齊金醫院鳳山醫院 另外在西江國中 鳳山國中體育長 米龍國中 江山慈濟 和高雄展覽館這幾個地方我們有才預約 這個施打的部分 還是慢了一步 沒約到也沒關係 因為5月30號開始也能到校園接種疫苗 5月30號也就是後天 禮拜一開始就開始施打 到安排到校接種 那家長們就背脫這個同意書 然後小朋友就可以去學校做接種 騎乘特別在提早到6月8號 我們6月8號前會把所有的學校 安排施打完畢 圈災疫情嚴峻 陳其邁更勸家長別再選疫苗 畢竟早點施打才有抗體能夠對抗病毒 記者做報導